不用說也該知道 這是哪裡 青蛙下蛋 香菇菜包 生煎包 別的夜市能吃到的 士林夜市都有 各地美食像基隆泡泡冰 吃了新冠又發財的 台南小吃棺材版 福州的傳統美食 頂邊錯 還有這一顆顆 源自上海的生煎包 我們要散開 觀光局統計 每100個外國遊客裡 有73人會逛夜市 逛最多的就是士林夜市 範圍包括士林零食市場 集合路 大東路 以及將明信院形成的腹地 延伸出去有近千攤商店家 規模北台灣最大 這幾顆包包 包包來講差別 差價大概在新加坡 大概差多少錢 大概有2、3次的花錢 觀光客東買西逛 選擇多 但永遠大排長龍的 絕對是士林夜市第一位 金黃酥脆透著香氣的大雞排 大雞排 很燙喔 陸客發出驚訝 雞排怎麼可能比臉還大 集團十個人只買兩份 東坡西坡 香甜奔著吃 各國韜客都能在這兒找到適合自己的食物 觀光客大舉造訪 把士林夜市和台灣小吃一起推向高峰 TVBN新聞多數民族紅燒 莫柏林台北報導 炸居